嗨!我是姐夫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個簡單又好吃的墨西哥料理 番茄莎莎佐玉米脆片 也是一個很棒的下酒菜喔 那我們現在開始吧 先把洋蔥切丁 切好的洋蔥丁先放在碗裡面 再把蒜頭切碎 切好的蒜頭碎也放在碗裡面 加一匙墨西哥塔可香料粉 再加一匙糖 加一些塔巴斯科辣椒水 擠檸檬汁之前先壓一壓 滾一滾 待會會比較好擠喔 用叉子可以幫助擠檸檬汁 哇嗚!多籽多孫的檸檬 要記得把檸檬汁挑出來喔 把所有的材料攪拌一下 把所有材料攪拌一下 要把糖攪拌喔 也讓洋蔥和蒜頭的味道融合 用番茄也切小丁 油番茄也切小丁 切丁的牛番茄也放進去 切丁的牛番茄也放進去 香菜切碎 加進去 加進去 攪拌一下 攪拌一下 顏色很漂亮吧 試試看喔 把番茄莎莎莎裝起來 配上多粒多汁 就完成囉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你們喜歡 如果有任何問題 歡迎留言給我們 解酥食堂 我們下次見 掰囉 ку atroc透明 看看 我們 passo至 theoretical computer